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每周366的时段 今天就让我小明和大家分享一下 上周车谈的这个重点新闻 不过在这之前 不要忘记 先suffer我们的这个Channel啦 第一则新闻 哦 宝石街哦 那 Porsche Taycan 在我国最佳了这个 Real Wheel Drive 的车型 其实这个 Taycan 在去年就已经来到我国啊 那当时它主要是有三个车型 分别是 4S Turbo 以及这个顶级的 Turbo S 而这一回呢 这个 Porsche Malaysia 在我国推出的是刚刚在国外发表的 Taycan 没有错 就只是Taycan 而已 后面是什么名字都没有的 那这个入门版的Taycan 乍看之下好像是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那就是它相比起其他的这个Taycan 车型呢 它并不是一个全驱车 而是纯后驱的车款 这也就意味着它就只有一个 单颗的这个电动马达 富于后轴上 那这一颗马达呢是搭配一个 79.2kWh 的离离子电池组 在马力输出方面呢它是拥有一个 326PS 的输出啦 不过呢在这个 Overboost 弹射模式下 这一个马力可以进一步提升至408PS 在续航里车方面呢这个Taycan Real Wheel Drive 它拥有一个 431km 的这个里程 但是呢如果你想买这台车啦 你其实这个电池组 是可以另外选装 upgrade 的 你可以换成这个 93.4kWh 的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电池组 你听到一个 Plus 你就知道是比较厉害了啦 所以呢它在这个续航里车方面呢 它可以进一步提升到 489km 那么多 马力方面也是有所不同 提升到380PS 那在这个 Overboost 模式之下呢 它的马力哦是达到了476PS 不是玩玩的 不过有一点相当有趣的啦 就是这一台车啦 不管你是选择这个普通的 标准电池还是这个 Performance Battery Plus 它的0-100km 的加速呢 都是5.4秒 是没有差别的 然后急速方面呢 是230kmh 至于在这个 Specs 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 入门版的Taycan 其实它外形 还有内装方面呢 是没有差太多的 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还是有标配这个 LED 头灯 然后呢 在 Body Kit 方面 其实它的这个套件的设计 是和 Taycan 4S 是一样的 然后 Rim 方面它采用一个相当漂亮的 一个19寸的 五湖式 轮圈设计 在刹车系统方面呢 这台车也不差 它拥有这个大六活塞的刹车卡钳 后面呢是一个 Monoblock 同时它的这个刹车反映是相当的大的 不过呢我觉得这台车最大的亮点还是这一回 Porsche 就为它新增了一个车身颜色 也就是 这个 我看起来我觉得是 Roseco 啦 那它有一个官方的中国名叫 冰霉粉 这个颜色呢在中国推出的时候也是吸引到许多小姐姐啦 所以很明显看得出原厂的这个意图是在哪里 那就是吸引这个年轻的市场 所以这个最入门的 Porsche Taycan RWD 在我国的售价是多少钱呢 目前它的这个基本价格是 584,561 令吉 那这个价格呢是 含税 也是包括税务 以及 豁免了这个 SST 过后的价格 多了这个 SST 过后呢它的价格则是 60,05,000 令吉 嗯这个价钱买一台 大家都对你有感觉的保时捷听起来很不错 还买什么 Tesla 第二个新闻 韩国品牌 Hyundai 未来将会在我国 CKD 更多的车款 那讲到这个 Hyundai 其实啊他们不久前才宣布 将会把他们的这个总部在东南亚的总部 从我国撤走搬到印尼 但是其实这并不代表这个韩国品牌已经放弃我们的市场 虽然 从最近他们的这个 product 看来好像是有这个迹象啦 那其实不然 因为呢这个才是 Hyundai 决定把这个总部移到印尼的原因 因为呢他们其实是计划在当地啦 建设一个零件生产线 那这个生产线呢将会耗值15.5亿美元 折合到来大概是60多亿 Ringgit 这样子啦 是蛮够力一下的 那这个工厂呢 在完工之后啊 它的产量将可以达到 15万辆那么多 也因此呢有了这个生产线过后啦 相信 Hyundai 未来将会在印尼当地 寻找当地的这个 vendor 也就是零件生产商 来生产他们的这个 汽车的零件 那重点就来了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东南亚的区域啦 有一个叫做东协自由贸易区的这个 关税优惠政策 刚好呢我们还有印尼 还有泰国啦 都刚好是这个 东协的成员 国 那目前我所知道的是啦 基本上你从这个东协国家 进口到我国的这个零件 在税务上方面呢 其实是非常低 甚至有0%的这个税务了 也就意味着啦 如果未来 Hyundai Malaysia 在我国进行 CKD 生产 然后这个零件是从印尼引进来的话呢 相信 未来他们的新车在这个 价格上面呢 将会非常 具有看头 很有劲的力 因为呢其实目前啊 我国的这个 Hyundai 的新车都是从 韩国进口 像是 Kona 啊 Sonata 啊 还有这个最新的 Elantra 这一些呢 他们都是 Made in Korea 的 然后Import from Korea 所以在价格方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那个价位 你看起来就是 不怎么想 所以在这个价格方面呢 因为关税的关系 他们的这个 售价都是 比较高一点 那相信在进行 CKD 以后呢 这一些 Hyundai 的新车啊 将会 恢复当年韩系品牌 在这个价格上的 竞争力 目前 Hyundai Malaysia 已经确定 将会进行 CKD 的车型 是他们的这个主力 SUV 也就是三大费了 当然这个 CKD 的阵容 在未来还会继续扩大 包括在 2022 年呢 Hyundai Malaysia 将会 有一款 SUV 在我国进行 CKD 生产 大家来猜猜看 这一台 SUV 是什么车呢 第三个新闻 嗯 备受老板能喜爱的这一款 豪华 MPB 也就是 Toyota Alfred 将在明年 迎来大改款车型 那根据日本媒体透露啊 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Alfred 很可能 会在明年登场 新车 将会采用这个 TNGA 平台的打造 听到 TNGA 大家就知道 怎么一回事啦 那就是这台车呢 它将会拥有 更加高杠性的车身 同时呢 也会轻量化 重心也会更低 相信 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在操控表现上 应该会有所提升 那不止如此哦 这个日本媒体他们也是 继续爆料说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Alfred 在车身尺码方面 可能还会再继续加大 轴距方面更是会超过 3000mm 也就是3米 哇 相信 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在身形上 那应该是更加的霸气 更加的有气势了 而且据了解哦 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在配备 设计还有整体的这个 质感方面呢 将会更加的接近 大哥 也就是这个 Lexus LM 简单来讲是更加 Luxury 的感觉啦 不过对我来说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它的重点和亮点 只是在它的这个动力配置上 因为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消息啦 新一代的这个 Alfred 将会被有两种引擎 可以选择这个和 现型款的 Alfred 是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选择 有点特别 那就是 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将会搭载 2.5L 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 全新的这个 2.4L 的涡轮增压引擎 那我先讲这个 2.5L 的 Dynamic Force 引擎啦 那在这个新一代的 Alfred 身上呢 它的这个预计马力将会达到 205hp 至于这个 全新的 2.4L 的 Turbo 引擎呢 暂时是没有这个输出的这个表现 可是呢 因为这一具引擎它其实是为了取代现型款 Alfred 身上的 9G 3.5L 的 V6 引擎啦 主要是相信是为了这个 过关这个排放标准 而作出的一个决定 所以相信这个 2.4L Turbo 引擎呢 在动力输出方面 应该不会太过逊色 但是我是觉得啦 有这个 Turbo 啊 除了听起来比较爽以外 重点还是我相信这个 2.4L Turbo 它的这个油耗表现 将会比 现行款的这个 3.5L V6 还要更加的好 这个才是重点 那根据日本媒体的说法啦 其实这个新代的 Alfred 呢 它们本来是将会更早发表的 但是原厂为了避开这个 LM 在各地上市 开始掀起的这个热潮啦 所以他们决定把这个 新代的 Alfred 的这个发表日期延后 所以相信这一块呢 都是要等到明年 这一款车才会正式发表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新代的 Alfred 啊 这样不再会有兄弟车 也就是 Viofire 了 但是我们从这个假想图可以看出 其实这个新代的 Alfred 在外形上是已经是很 具有侵略性很运动化的感觉 而且不止如此哦 日本媒体还透露这个 Toyota 有计划 要为这新代的 Alfred 最佳 GR Sport 车型 深深期待咧 我们就一起耐心等待这个新代的 Alfred 的到来吧 第四则新闻 除了 Alfred 以外呢 另外一款被受远祖老板们爱戴的这个 Toyota 车款 也即将迎来大改款 它就是 外号 Ninja King 的 Land Cruiser 那同样的这个消息来源也是日本媒体 他们爆料说啊 当地的这个经销商已经确定 在3 月份呢就会开始接受这个 新一代的 Toyota Land Cruiser 300 的预定 那这个全新大改款的 Land Cruiser 300 呢 这一回呢将会采用 T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 不过呢在架构设计方面呢 则会延续这个非存在世的底盘的设计 以继承这个 Land Cruiser 我们都懂啦 它一向来最著名的 那就是它出色的这个越野能力了 只不过在多了这个 TNGA 的加持之下啦 相信这个新一代的 Ninja King 它在这个车体的杠性方面 会有很大的提升 同时呢这个悬吊的这个架构 以及 Land Cruiser 最重要的 四轮传动系统方面呢 也会获得更新 而在动力配置的部分呢 根据这个日本媒体的消息 Ninja King 原本的这个 4.6L V8 引擎 很有可能会被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 全新的 3.5L V6 涡轮震压引擎 以及 3.3L 的柴油涡轮震压引擎 变速箱方面呢 将会采用这个 Super ECT 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并备有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那根据消息啦 为了应付这个法规呢 这个 3.5L 的 V6 Turbo 可能还会有 Hybrid 系统的加持 除此之外呢 这个新一代的 Land Cruiser 300 它也会搭载 最新的 2.5 代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那这个 2.5 代呢 其实它主要是针对 这些安全功能的灵敏度 进行了更大的优化和调整 在这个 2.5 代的系统之下啦 不仅可以在白天 在夜晚它也能够运行 而且甚至在你转向的时候啊 这个系统它增测到特定的 这个物体和物件的话 它也会进行自动撒停 在这个可靠性方面是更加的好的 那随着日本的这个经销商已经开始接受预订 相信这个新一代的 Toyota Land Cruiser 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啦 估计都是今年的事了啦 那在当地的售价 这个 Land Cruiser 300 的预售价是有 27万零级起跳的 所以喜欢这个 Ninja King 的老板们 你们可以开始顺钱的 最后一只新闻 又是 Toyota Toyota Silica 复活在望 那自从这个新任的社长 也就是丰田张兰上任以后啦 因为它是赛车手的关系 所以 Toyota 这个日式品牌 再度从拾了 90 年代的这个热血精神 相继推出了像是 GT86 Supra 以及最近话题性最高的人气 钢炮王 GR Yaris 不过你觉得就这样而已呗 呵好像不是哦 因为如今 Toyota 就被爆出 他们悄悄注册了 Toyota Silica 这一个车名 Silica 是 Toyota 这里 这个 70 年代所推出的一款 后驱炮车 那这个车系啊 其实前后延续了 30 多年 Toyota 更曾经是以这一台车 也就是 Silica 增赞 WIC 拉力赛事 并且创下了不错的一个成绩 但是可惜的是呢 在步入这个 2000 年代的时候 Toyota 因为把重心放在家庭车官的开发 而忽略了运动车型 像是 Supra 啊 MR2 啊 还有 Silica 这一些跑车呢 都面临停产的命运 其中被定为这个平民双门跑车的 Silica 在 2006 年正式停产以后呢 就没有后继的跑车 其实是相当可惜的 因为 我记得这个 Toyota Silica 在当年其实是相当的拉风的 你看着它真的是蛮帅的 那自从丰田章在担任了这个社长以后啦 就一直不断消息传出说 Toyota 新成立的这个Gazoo Racing 赛车部门 有意要重新复活当年Toyota 著名的这个 三兄弟跑车车型 那随着取代 MR2 的这个 Toyota GT86 已经出来了 然后 新一代的牛魔王 Toyota GR Supra 也已经出来了 剩下的这个三兄弟的其中一个成员会是谁呢 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的这个Toyota Silica 了 只不过如果真的是复活的话呢 这个Toyota Silica 将会以怎样的形式登场呢 是否会重回70年代的这个后驱形式 还是以90年代的前驱跑车形象登场 这一切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这个美洲360 的重点新闻 不知道我讲的这几台新车里面有没有你有兴趣 还是你喜欢的新车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不要忘记 按赞我们的影片 分享我们的影片 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